YA 歡迎各位繼續來到我們今天的竹林霞隊 藍球石光劍的最後一集 我是你們的主播弄斯 自從我們首次拿總冠軍之後 已經時隔了十年了 我們總共拿下了五座歐布萊恩金杯 在這十年期間 我們基本上可以說是創造了獨行霞的王朝 那當然目前為止的這個陣容 我自己覺得是非常不錯 但就在我們的三號位 可能還需要再做一些補強 那本期影片還能不能讓獨行霞隊 繼續拿冠軍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吧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記得按下訂閱按鈕 並且按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全民進入派對 以及我們NBA2K的影片喔 我們到季中之前一路斬瓜切菜 拿下47勝7敗 排名在聯盟第一名 我們只輸了7個球隊 巴勞休斯頓火箭隊 他們有Nikola Jokic跟Jaden Brown 然後老英隊他們有Anson Davis 跟我們的英王George Johnson 以及Al Hofer 替虎隊這邊 喔吹樣再加上Lamelo Ball 這個雙能位組合再加上Rudy Gobert 接著是灰熊隊 自從我把JCT交易過去之後 他就成為那邊的老大啦 哇現在還要89名 其實不錯 然後拓荒者隊 對面有Dama Mitchell Jaden Murray等等的球員 媽咪熱火隊LeBron James 喔這10年之間死守熱火隊喔 雖然這10年裡面 都沒有拿下過任何一次冠軍 但是他真的很努力了 不管我們這次的話就把他嘗試交易過來 又或者是把Nikola KC交易過來 都可以都可以 最後是我們的籃網隊 哇其實籃網隊這個陣容 說實在非常的沒有什麼東西啊 那看起來可能是我們的後衛群 這個表現不太好啊 那我們整體的命中率都非常的差 該是時候來想一下 我們的3號位要怎麼補強啦 我先嘗試一下 我先嘗試把Chandler Parsons 然後再加上Modgraf Morris 看能夠換到什麼層級的球員啊 OG Arunobi 非常的不錯啊 Darino Garenati 呃雖然可以 但是我覺得他速度偏慢啦 Omure Caspy 唉唷 看一下這幾年他三分球有沒有退步 其實都維持住啦 不錯不錯 而且我們還可以要到一個 2023年的 胡人隊選右拳啊 胡人隊這幾年是真的慘啦 我嘗試一下 多跟他要個三個選右拳有沒有機會 然後他要互換選秀 如果是國王跟胡人隊的互換的話 我覺得胡人隊還是比較慘的那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秀權可以給啊 然後我們自己的選秀權當然也可以給 因為我們這幾年都一定是冠軍熱門球隊啊 單換Omure Caspy 是絕對賺的 讚啦 再加上把他換到三號位來啦 Evan Tunnel我自己再做一筆交易 我自己是覺得他 應該是有更好的人選啦 換成Trolly Crick 再加上一個爵士隊的選右拳 這個可以有啊 這邊再給你多加個選右拳 又要互換 再加那個Norman Pell給我 哇退步這麼慘了嗎 那就直接單換好了 因為再怎麼說 意見聯也是一個年紀稍長了啦 33歲了 所以我們這裡把他交易掉也是可以接受啦 我們就直接這樣選擇吧 nice 這一波補強補得非常的到位 Trolly Crick的話也是我們 現在時代裡面非常需要的風險球員 就儘管他好像在這幾年的狀態 都不是非常的好啊 就獨棄甲隊那個時候啊 就好像一年前有來我們這邊打個半年 然後就被我交易掉了 但還可以啦 好那Kyrie Irving這裡 我可能不能給你頂薪啦 給你3300萬 然後湊個9900萬 然後Darren Collinson的話 這裡給你3年 大概是一年700萬左右 應該可以接受吧 然後最後給Yas at Combo的話 頂薪可以給啦 這裡給你3500萬一年啦 那我們球隊好好當核心啦 好啦 今天我們就以這個奪冠陣容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有沒有機會 可以再度拿總冠軍吧 有機會拿下 歷史最佳戰績嗎 哎呀 在這個時代裡面 有時隊是並沒有拿到73勝9敗的 那我們呢 是憑了我們的支架跟攻略隊 所創下72勝10敗 那今年最後家的球員 依舊給到的是我們的Yas at Combo 最愛防守球員當然也是他啦 得說當年那個狀元選下的Yas 真的是一個最佳選擇啦 他就是完全代替掉我們的Dirk Noweski 在我們球隊中的一個領導地位 好今年首輪打的是我們的拓荒者隊啊 我們的例行賽有輸過他一場比賽啊 但那也就不過是一場比賽而已 哇Persinkis有點小小受傷 但我想看一下Catsby 8.9分啊 三分球邊中輪有3x7 不錯啊 唉唷 完啦 Dontich好像傷得有點慘啊 右腳踝重度扭傷 本輪不會上場 但應該還可以啦 所有人就直接摸你掉吧 OK果然4比1啦 就頂多就多贏了一場比賽而已 那Dontich應該第二輪也不會上 那看起來Lamelobo好像有受傷的情況喔 然後雙方主將各倒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OK一樣也是4比1 接著是我們的灰狼打獨行俠啊 哇這組合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的禁敵之一啊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1比0 2比0 3比0看起來是沒有任何懸念 3比1 那希望本賽季的話可以直接渡過去嗎 唉唷看起來9分差距沒啥機會了啦 最終比數的話是115比109啊 Dontich總算回歸 然後Yannis的話才23分 然後Cansby今天打得不錯喔 18分7籃板喔 而且Quilent是處於瘦狀態 而東區這邊只是老七老八 然後來到我們這個東區總冠軍啦 非常的酷 應該可以過吧 喔唷直接海虐嗎 海虐局 有嗎有嗎 可以啦給他過去謝謝 Prosingis 嘖 果然教育他還是對的啊 哇拿他37分欸 欸真的他只要沒有受傷啊 他真的跟一個神仙沒什麼兩樣啊 哇在這個季後賽直接斬露頭角啦 所以無論是東區的誰啊 對我們來說都是小Cas 活賽隊已經這幾年都用這樣的一個殘花敗流啊 哇蝦冰蟹竟然想來跟我們打 那麼時代洪流無法阻止 我們再度拿轉換軍恭喜 而且沒想到他居然是4比2 唉唷還能影響我們兩場 Yannis at the Kobo繼續拿下FMAP 今年選用權應該沒有我們太多事情啊 我們應該是偏中後段班的 我們有第21名 還有第27名 我不敢保證一定換得到 但是總結換起來會很有趣喔 我這裡用Prosingis Game的交易 你有沒有興趣呢 我覺得你應該可以喔 唉唷不可交易 唉唷 兩個人同等級的你 你給個活路好不好 真的還是假的啦 哇 他不換我也沒辦法硬換你知道嗎 本賽季而言的話 我自己覺得能夠選到比方說像是 Kelton Johnson或者是Herbert Jones等級的球員的話 其實就已經差不多啦 本賽季的話是一些偏綠葉型的球員居多啦 Herbert Jones可以選啦 Kelton Johnson一直以來就被當那個 教育籌碼拋來拋去的啊 怎麼沒有一個女人可以選啊 不是同學在打WNBA的是不是 阿斯汀Reeves 雖然我知道他一定騎不來啦 然後還有這位現在在馬刺隊的小獎 Mamukalashvili 選下來當我們的內線T 好像也不是不行啦 好啦最後的話以成就而言 阿斯汀Reeves先選啦 Mamukalashvili的話我們等一下再說啊 Mamukalashvili的話這邊可以先選的啦 我覺得反正都是比較偏後段班的 沒錯他們兩個人評價看起來都很差 但沒關係啦 那今年就多加個Rudigate 然後讓他去打我們的四兆位好了 喔 字母哥哥 這邊也把他要下來啊 讓我們的字母哥開心一點啦 OK啦 這樣子我們的人多了一個人 Rudigate達到四號位 變成77平分 看起來Rudig Block跟T.T.Makano 兩個人可以先走 T.T.Makano是我在自由生命義要來的啊 我們直接換成公牛隊的兩個選用權 哇好賺喔 公牛隊直接擺給 舒服舒服 竟然我們Nicolasvili要不來 你死守熱火十年 我換你一季榮華富貴好不好 我用Prosingis給你換 然後再加一個Cory Bro給你 應該不會是要這樣吧 這樣我小虧欸 算了我給你Catsby好了 Catsby我可以接受啦 你也該進入重建期了吧 哇 這樣看起來我也換不到 LeBron James 你總歸不能動到我的Dontich吧 我用Dontich跟你換我又不是白癡 對啊看起來本賽季好像還沒辦法換到LeBron James 不然等他進入到自由生命 我們再考慮做這件事情好了 最後再來個 Sean Livingston 但我覺得本賽季來說的話 我兩個至少一定要挑一個先走 因為Darren Collins我覺得他33歲的年紀開始準備下降 不然我們兩個一起看看 剛才實在是沒想到什麼好的人選啊 要不然至少把他換年輕一點都好 這個時空裡面的珠哈德也沒有到非常強啊 雖然我們3號一樣會有缺乏的問題 但我認為當務之急肯定是先把自己陣容老化的問題先解決啊 我們先做這筆交易案 來看一下球員發展 對呀其實換這個也可以理解啊 因為雖然珠哈德也下降2點啊 但是至少Darren Favors是沒有下降 他現在是30歲巔峰期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才我們交易的藍網對方有什麼事情 你看這就是金燕 金燕告訴我說Catsby跟Collinson 兩個人都會下降評分 那至少我算逃過一劫啊 那我們現在來到一個老問題啊 就是我們3號位一樣爛 我現在呢加了一個Darren Favors EIS可以打回3號位了 那這樣子就沒問題啦 這組合一定穩的 毛骨悚然不悚然我就問你 謝謝你好 但我們最終還是會有個終極目標需要解決啊 就是我 是蠻希望可以交易來LeBron James 或是Nicolai O'Kage兩個其中一個 但我實在不太確定 我們現在的資產能不能支持我做這件事情 但我們這裡先來到集中吧 交易結成之前 現在等下40億勝的失敗 其實跟去年差不了多少 但我們就很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今年沒辦法破紀錄啦 我自己覺得我拿Pro Sinkets跟你交易換 已經是一個最大最大的誠意了 其實是一個正常的都不會想這樣換的 呃 珠花了得給你 滿意 滿意就換啦 好啦 看起來等下等明年啦 他既只有上面再說吧 拜託 你個37歲老將你這麼堅持幹嘛啦 哈哈 我們的後場組合是真的不能換 我真的覺得這組合就是這樣子 好啦 剩下時間的話 我把這兩位放到發展聯盟 讓他們多打一下 實在是沒什麼辦法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想交易他 是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不穩定因子 但線下看起來是沒有比他更好的一個人選的啦 所以說實在也沒有一定要交易他的必要性的啦 說實在 今年我們就只能期待Pro Sinkets 在明年約會回來了好不好 今天直接來到寂寞吧 那麼2122戰機 Yanis繼續殘留我們這個最有價值球員 並且我們今年拿68勝14敗呢 那戰績也是站在聯盟金字塔的頂端的 那今天KLKH最佳新秀 哦 一樣是最佳幫我球員給到的是我們Yanis 那Dungry今年來到第二陣了 那今年替狐隊看起來應該也是可以瘋瘋火火的過去啦 然後LameloBoss在今年終於上來了 其實這個陣容勉強可以 但也就只是勉強而已啦 我們就直接給他過下去 4比0 記得雷霆隊三少在這幾年都一直維持著啊 三人一成啊 然後再加上Do I Howl 但總歸而言啊 10年前我不怕你啊 今年我也沒有在跟你怕的好不好 1比0 1比1 2比1 3比1 謝謝 沒事啊 你們盡力啦 如果比數接近的話我會想要看一下這個比賽 哎呀 好看的好看的 最後三分鐘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吧 右側Russell Westbrook這邊做個擋拆 第二步選擇中頭這球打進 給他Yanis 背身 轉兩下之後直接籃下小Paul 這球沒打進 球給他Russell Westbrook 籃底下這邊直接上去了 但是這裡是要到籃下打手犯規 固定位置 Karen Irving這邊給他底角的Ruggan大局 左側一個三分入王 Wassbrook 我還拉開來自己單打 轉身進去 速度很快 直接殭屍跳投 Irving 固定位置運了兩下之後 選擇拉起幾零鐘頭 運作Irving這邊給籃底下Howard 幫你這邊對位 使用2Hour擅長的貝籃單打 恭喜 Irving這個轉身之後 拉了個三分球 這一球帥度滿點 但可惜沒有命中 River Jones 這邊拉出來給了Wassbrook 這邊再給Kevin Durant內切進去換防 這邊給到的是Kevin Durant 拿下兩分 固定位置Irving 這邊直接被兩人戳掉球啦 Durant不疾不徐 因為時間是有利於他們的 是比較難以追回的 欸這裡是給到Durant Hauer 那這裡是有機會可以做一個駭客戰術的 第一發進了 第二發沒有進 六分差距可能需要兩顆三分球 這邊直接穿給第一角 發生了一個失誤啊 最基本的三分球機會都沒有啦 Irving 這邊進了之後直接拉了三分球 這場出手也沒有進的情況之下 那這場比賽的話是因為我們的Prottingus 好像有一點點傷勢的關係啊 所以他其實上導時間並不多 那這裡也讓雷霆三少 成功的拉下了這場比賽 今天Prottingus是拼到受傷的欸 今天打了40分啊 那反倒是雷霆三少這邊 大家都是穩定的發揮啊 那最後來看一下有沒有機會4比2直接帶走呢 難道要打到3比3嗎 完啦3比3 最後只差一分差 難道我獨行下的宇宙戰艦會輸給雷霆三少嗎 應該是不至於的啊 最後4比3帶走比賽啦 恭喜 Prottingus這個狀態看起來還是非常不錯啦 信老師沒有在進中把他交易掉啦 喔今年異軍突起的丹佛金塊 你們什麼陣容 就這陣容 就一個D'Andra Aten 打到西區第二名 那也是蠻恐怖的啊 但我覺得他們這個陣容沒什麼好說的啊 這應該掛下去4比0 D'Andra 今年打下西區的FMMP 而東區對面的話 則是我們的Campus Worker 我如果沒記住你們頂桌又一個D'Andra Jordan而已啊 整體陣容的強度不錯啊 但距離我們來說還是差了不止1點半點 那我們就打到今天總冠軍恭喜4比2 Yes 安子康波獲得最後FMMP 那本賽季 LeBron James要退休了 你冷靜一點啦 你還可以再打一年啦 我想交易你之後你再退休嘛對不對 Oriboro的話是也想退役啦 OK一樣我們是拿第21順位 老實說明年如果LeBron James要退役的話 我還真不想出Prosingis給他 Yukic我還可以接受啦 但我們來看看今年21順位可以選到誰 希望我可以選到一些不錯的人才 Oh Christian Brown 這當然是很不錯的啊 那在第21順位還可以選到他 那肯定是非常好的 好Prosingis果然是拒絕的 但我得說啦 我一定會給你最高薪水的 你不用擔心啦 最頂最頂啦 你一毛錢都不能再往上升啦 好不好 D'Andra 也是最頂的 頂心給你們兩位 你們真的沒話說了吧 那我這裡再嘗試來個Torian Prince 怎麼樣 Prince這個錢不夠 那我們兩個人都是 五年2.15億啊 這真的是給到滿的那種啊 那既然都願意回來 那就好處理啦 Favors今年會不會下降評分 我其實不敢講 但是我肯定的是 ThruHard一定會下降 那他要不要乾脆先 呃...拿去做一點交易 可以換OG Arunobi Oh my goodness 這筆絕對是賺的 或者是Jera Smith也可以 火賽隊 謝謝 各位多來幾個次輪錢 再加個Rudicate 可以 可以 我是賺的我是賺的 好 四個球員 換對面一個Jera Smith 再加上一個選秀權 還有四個次輪籤 然後明年必然是會把Porsenegas 當作交易籌碼 然後拿去交易來我們這個Urgatch 我覺得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可以做到啦 約機期終於有機會來了嗎 OK 今年不一樣了 再加上我們前面累積這麼多選用權 我們就直接 先來到季中吧 今年我們一樣拿下的是我們的四十勝十二敗 跟去年的這個戰績基本上是相差無幾的 但是我們球隊陣容一片像好啊 但是呢很可惜呢 Chris Steps Porsenegas 你今年就只能跟我們的 這個Black Griffin一樣 成為我們的交易籌碼啦 其實相差無幾啦 應該是可以做到的 陣容還不錯 唉唷 來啦 多塞兩個次輪給你 Christian Brown Christian Brown我就覺得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是沒什麼時間 可以鍛鍊一些新秀球員 那這邊可以要來一個終身帶 我覺得也還挺不錯的 而且增加我們替補的這個集戰力 我們再加上一個四個次輪 現在就直接換到我們的 Nicola Yukic 太神啦 喔 我們今天總教練換成Arix Postra 我們的防守組合一定要很恐怖 98平分啦 謝謝大家 我得老實說 同時還有另外一個交易我想做 也就是我們Derek Favors這個交易案 他自然是年紀上會讓我比較擔憂一點 這裡如果可以換成Zack Lavin 當然是不錯 但明年的Lamark's Aldrich的話 是肯定離開我們球隊 但我們可以換到一個優質替補 就是Kluxen 然後Demar Drogen 他真的自從離開我們獨立強隊之後 他現在整個就直接暴跌 你知道嗎 好 我覺得這一筆交易案 當前最合理的 Lamark's Aldrich在今年 補我們4號位 然後明年離開我們球隊之後 我們還可以補一個中產回來 Mamu Kalashvili應該是可以把他交易掉 然後去換 Auto Sumu 可以啦 他也是個前人的控球後衛 我們就選了這筆交易吧 補齊我們的4號位 然後增加我們的控球後衛 那這樣我們就比較有底氣可以拿冠軍 我們這點話就直接 來到期末吧 2223賽季 Nikola Jogic 來到我們球隊的第一年 直接拿下MVP 那當然DPY一定要給到我們的Yes at Kumball啦 Sportra繼續成為我們的最佳教練 我們的三立歐組合 迎來了最強進化 最後我們再打個八輪輪替 我們今年是必然要拿冠軍的 第一場比賽打國王隊 其實國王隊這幾年陣容都沒有差太多 不過D&D 居然是從76人來到了國王隊 而且打的還是個雙塔 那在這個年代來說比較少見啦 只能這樣講 我們實在是沒有任何理由輸啦 然後記得是勇士隊啦 勇士隊 江問神 然後Kumball你 再加上這個KKH 再等等的球員啦 應該也是對我們造成 不太大威脅 尊都假都 KKH你二年機身而已啊 你冷靜一點啦 82比分你整天打個什麼長軍20分 喔 江問神你好強喔 你長軍賽季 今年直接爆發 拿了33分 11個籃板 幹好恐怖 今年金塊隊一樣的組合 不過他們今天補進了Toros Maxi 想一想來看 1比0 2比0 2比1 2比2 3比2 現在可以直接掛下去 我是覺得 不能再給你們贏了啦 掛下去謝謝 那今年以後KH成為我們這個西區MVP Jummarine成為東區總決賽MVP Jummarine打Derek Rose替捕這種事情 你幹得出來 芝加哥共和隊 能不能跟我們打個最接近的比賽呢 這樣比賽我們贏的算是比較輕鬆一點 喔 原來是這樣子 Jummarine有點像是假性替捕 你知道嗎 就是他其實打的分鐘數也沒有跟我們Derek Rose差太多 第二場看起來我們就比較難囉 有 贏下來 Jummarine今天的話拿32分啦 我反倒是Rose今天得分量看起來就偏少很多啦 第三戰的話我覺得這場比賽我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因為分差是非常接近的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三分鐘 現在賭一小隊看起來場上都替捕球員居多啊 好 Luxon 在古靈位置擋下來之後 直接切入到藍底下 深入到禁區 直接要到一個犯規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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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Zeklavin 集挺中頭 直接頂著我們Luca Dungjic 臉上射下去 這邊外線 Dungjic 一個三秒出手 這一球沒有進 Zeklavin 晃了一下之後直接集挺中頭 這球這麼快要拿下 喔 這麼快看起來有點傷勢啊 Luca Dungjic 這邊撞兩下之後 再撞 上去 只有壓秒 得下這一分 無敵人的Morane 這邊跟Okovo做個擋拆 彈底下這邊 喔 補防補得非常及時 彈底下也這邊換防換回來了 最後是硬扛 只要Morane這一球也是發揮了這個巨星架勢啊 這邊結束擋拆之後給到智姆哥 彈下一扛二扛兩人包夾 這一球隨便Robinson給直接守下來 但是智姆哥在拿下在球 但是太急著出手啦 無敵人的Morane 那一個擋拆之後 直接籃底下Okovo上去 但這一球居然是直接超級啊 Ravin 兩人包夾Ravin 這邊籃一下Yokic 就直接傳導進去就可以了 籃一下Zeklavin 直接其中灌籃 現在以時間來說的話 已經準備開始進行這個犯規戰術了 不過看起來應該還是想要用這個防守 先把這一波守下來 Zeklavin 這邊同樣的戰術 同樣的結果 Yokic這邊先擋拆順下 然後傳給Zeklavin 再做一個三角的傳導 Robinson 接著一球之後直接拉了一個三分球 這球繼續讓這個地數維持在一分差距 張羽羽在這一點也終於成長回 這個球隊的巨星啊 這兩把野進的情況之下 那現在就要得看我們Bono隊有沒有辦法把這個三分球打進了 Zeklavin 這邊竟然就直接三分球出手 這球沒有進到Yanis繼續進行發球 兩把中一比數拉回來 這邊再直接往前做一個鋪綁啊 但是Yanis也造成了一個打頭的方規 但我覺得這三球 居然伐進的話 應該也不會造成太多的結果影響 特別是沒有進的情況之下 那更不用講啦 那最終比數的話 是105比101啊 那我們獨立俠隊以3比0的姿態 成功的領先了戰局 這門比賽 Nikolai可以實時有很多那種非常輕鬆的得分 都是借助於字母哥的傳球視野 然後讓阿倫藍底下有輕鬆拿下兩分的機會 那我們接著的話就來看一下 總冠軍 是不是我們的 那最後的話Yanis Atcomo 拿下27分11籃板 6主攻1超級3主攻的全能性表現 拿下本賽季最後一場比賽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也恭喜獨立俠隊 再次拿中冠軍 FMP 給到的是我們的 Nikola Jokic 他本賽季自從來到我們球隊中 真的是拿了各種獎項來 讓我們球隊榮耀再添一座冠軍 那以上的話是我們今年NBA2K20的最後一支影片 也感謝各位一直以來的支持 那麼在未來NBA2K25的新影片呢 將會在我們新的頻道 諾斯的2K邏輯 那記得各位一定要去訂閱那個頻道 那麼在9月4號的晚上8點 我會在這個頻道 來進行我們NBA2K25的首次直播 那也希望各位千萬不要錯過 那我是諾斯 那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 訂閱